首先先来看的是桌球男团征战奥运 由六朝元老庄志渊领军 带着徒弟高晨睿跟林云如挺进八强 但今天晚上九点将对决日本队 邱平也点出这一战第一点的双打非常重要 六朝元老庄志渊领军带着徒弟高晨睿跟林云如 首战对上埃及顺利休假 只是第一点苦战五局将近一个小时 师徒趁着对手上厕所的时候也在场边集训 章志渊不断匕首画脚嘴巴狂念 高晨睿则是临时前方 而且也还一直点头 网友说这好像是爸爸在碎念 更说很温馨满好秀的 也点名高晨睿就跟卡通人物柚子一样 超级可爱 在场上直到我的时候 当然是一个前辈一个教练吧 那场下的时候 感觉有时候是更像 朋友之间的这样互动吧 他会跟我开玩笑 但我不太敢跟他开玩笑 高晨睿在墙上打球的时候 林云如也在后面用双手紧握祈祷 球迷大战这组合实在是太Q 但八强赛六号晚间九点 就要对决日本队 可得绷紧神经 同样被当作是少年怪物级选手 林云如十二岁 对仗十岁得张本智和 十一年过去了 变成世界第七跟世界第九 要在奥运场上交手 第一点的胜负 对于第二点上场的选手 他的心理准备跟心理的包袱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影响性的 外界预估阵容跟十六强会差不多 第一点一样由张智渊跟高晨睿 对上护上准辅 还有小种大灯 第二点则是主力对决 林云如对上张本智和 第三点可能又换高晨睿 缠斗到第四第五则是张智渊跟林云如 但真正排序要赛前一小时才会公布 但这双打有没有可能拆搭 男团首战告捷 希望能延续气势 前世近期 立拼要超越上届冬奥的第五名成绩 而周穷女团首战十六强赛 对战澳洲队第一点 简童军陈思宇双打默契好 第二点镇静一单打气势镇压 第三点陈思宇跟澳洲老将决战五局 但最后还是拿下 禀分直落三也挺进八强 沙红眼抓住每个进攻机会 桌球女团在奥运第一场十六强对上澳洲 第一点双打派出简童军和陈思宇 比赛开始两人一左一右持拍默契绝佳 发挥了战术跑动跟慢快节奏进攻 十一比四十一比三十一比七直落三轻松拿下 第二点单打正一进来势汹汹和前几年打法明显有转变 凶狠镇压对手以十一比五十一比七十一比四又是直落三 不过第三点陈思宇失路比较多 第一局让给对方第二局积极进攻十一比五拿下 第三局虽然透过防守借力 但是接球不断冒高九比十一失分 第四局有惊无险十一比九拿下 第五局十一比六赢下第一场比赛 这些应该算是我第四届奥运嘛 所以当然是在心态上面 可能会比起之前会比较稍微感觉到 有一点点的压力吧 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可能已经很熟悉了这个大赛的经验 对所以大家就会更加的关注我们 虽然陈思宇第三点决战五局 但是双打和首次参加奥运的简童军配合绝架 比赛会比较冷静一点 就是战术会比较自己会比较知道怎么打吧 观察对手 女团晋级八强 紧接着预计在八月七号晚上九点 要对上的是中国女团 女单金银牌组合 陈梦 孙颖莎以及王曼玉 要把握第一场直落三气势 奋力迎战 台湾短跑好手杨俊翰第二次登上奥运舞台 今晚在复活赛争取晋级准决赛的机会 最终他奋力二十秒七三名列第三名 很可惜无缘晋级 台湾最速男杨俊翰进东京奥运后 第二度挑战五环殿堂 男子两百公尺复活赛 杨俊翰奋力往前冲 要在赛场上跑进准决赛 两百公尺的赛道上杨俊翰全力冲刺 最终跑出二十秒七三成绩 名列第三名无缘晋级 枪响的时候 我也是做到我想要做的东西 但是可能就是在状态上 状态上还是没有在那么好 杨俊翰在分组预赛中 跑出二十秒八三 分组排名第六 为达晋级标准 力拼复活赛 而他最佳个人生涯成绩是二十秒二三 在亚运的时候 我自己期许是希望说 自己可以在比赛的时候 可以突破自己的全国记录 二十秒二三 甚至说接近这样子 虽然说没有达成 但是我觉得在这途中 除了成绩以外 我觉得在心态上面 也有很大的进步 我觉得这对来说是 意义很重大 杨俊翰是我国男子一百级 两百公尺项目 全国记录保持人被称为台湾 最素男可不是开玩笑 2003年亚锦赛摘下两百公尺银牌 杭州亚运再入带两百公尺铜牌 我以为我会很激动 好像也还好 就是每一天晚上都会稍微想过吧 我想过自己拿下什么样的成绩 而台湾全级女将林玉婷陷入性别风波 更被国际全总点名不符合参赛资格 对此体育署终于硬起来 强调中华奥会已经发律师函警告 有必要的时候也会提告 另外也有不少台湾专家力挺发声 东方社会中国人的就是一些传统思想 就会觉得说女生为什么不好好的读书 你去跟人家练什么体育 六年前林玉婷拿下亚运铜牌 当时才22岁就透露练拳受到性别歧视 而国中照片也曝光是个清秀的小女生 而现在在这样奥运却被国际全总大动作 开记者会质疑性别 体育署也硬起来反击 正式中强调林玉婷参赛资格 都有获得国际奥会公开确认 怒轰国际全总是发表错误讯息也模糊视听 中华奥会也违请律师发出警告信函 并要时也会提告 至于先前国际全总有定林玉婷 2023年的性别生化指数异常 通常也是用来测禁药而非性别 想测是男士女还是得靠染色体来检验 而台湾运动竞要专家许美智也力挺 质疑国际全总到底能不能正确解读性别报告 也说外观搞固同浓度跟染色体 但因判别会跟事实有落差 毕竟国际全总判断标准在哪都没说清楚 就练专家斗力挺直一国际全总的判断标准 结束奥会都说没问题OK了 希望纷扰快结束 让玉婷全心全意回归场上 拼出更好成绩 铁玉婷是在就读英格国中时加入拳击队 但其实在他夺金的背后 也有激励他向前的动力 因为小时候爸爸常常打妈妈 是为了保护妈妈远离家暴 他发愤要学拳击 认出来了吗 他是我们的拳后林玉婷 国中的青涩模样 但听到加入拳击的初衷 认谁都心疼 这股力量激励他继续往前 看在妈妈眼底只能心疼在心里 林玉婷一路从英格国中到英格工商 尽管身形瘦小 但好强的个性又不服输 早就现在能在五环殿堂神闪发光 一开始志强教练给他的目标就是我要让他往国际上面走 拳击队本来男女比例就悬殊 十多年前林玉婷的训练菜单就跟男选手一样 甚至更多更重他统统吞了 而林玉婷的学长也说从国中到大学 这一路来怎么可能少打过 十多年来林玉婷不仅保护妈妈也成了妈妈的骄傲 还特别在母亲节安排母女约会 否则每天面对的就是手套纱包 以及一堆重训器材 像是这位2028洛杉矶奥运培训选手 还有林玉婷未来的陪练员都是这样 为了要让身体适应更高的强度 天天都得做重量训练 像是这个哑铃十公斤重 对于林玉婷来讲现在可能很轻松 但是对于国中生来说 加上女性的生理构造 想要赢真的就得更强 林玉婷你真的办到了 其实学长也说 藉由玉婷练拳背后故事 倒破基层教学现况 在那之前英哥荣耀了四强赛 母校特别举办 直播派对一起挺起来 听个听 国际牌 站上颁奖台拿起奖牌留下纪念 他就是羽球国手王麒麟 接下来的新搭档 21岁的邱向杰 绰号小肥俄 面对访问侃侃而谈 拿起球牌杀球的模样 让不少粉丝为之疯狂 21岁的邱向杰 将在李洋隐退之后 和王麒麟重新组合搭档 身高将近190公分 英国帅气的外貌 被封为羽球男神 还是前职棒选手邱文生的儿子 甚至常常在IG上 和跆拳道国手罗嘉玲放闪 而这个月20号在日本公开赛 将会是他跟王麒麟首搭 紧接着27号则是韩国公开赛 王麒麟坦言在回国后没多久 就会和邱向杰搭档 八月打日本羽球公开赛 双打初登场 但两人先前都没有搭过 能不能配合好 得看双方怎么磨合 人称金牌教练的陈宏林 未来同样会继续当 王麒麟及邱向杰的教练 面对未来都还是一大挑战 得看怎么磨合邱向杰 目前男双事件排名第50 混双则是第46 林杰配将成为全新组合 但两人身高都将近190公分 但是双塔选手该如何搭配 也让外界瞩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林杰配夺金之后 掀起了不少效应 像是李杰的高中教练 过去就曾经请命 要在基隆高中盖座 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不过三年来进度迟迟没有推进 现在有机会在今年核定 最快116年完工 自动市长谢光良也喊话 希望中央尽速核定 身穿蓝色制服 面对镜头腼腆微笑 这是我国羽球男双黄金组合 李杰的高中毕业照 李杰算是学生里面就是 比较少数是属于比较贴心 然后比较细心 意齐李杰在校表现 种种画面一涌而上 而其实成为机中之光的 不止李杰 还有林杰配教练陈宏林 羽球一哥周天成 看到他八强这样落败 其实应该说我们也看到他那样 我们真的也很想跟着他 就是很想支持他 可是有时候在运动场上 就是这么的残酷 训练出好几位选手 如今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加上林杰配创下奥运史上 羽球男双二连霸记录 让基隆高中的羽球训练中心计划 看见曙光 这个想法其实在十多年前 在我们的郑教练的心目中 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想让基隆市有三级连贯 培训的训练空间 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规划在基隆高中内 预计地上三层有十二面羽球场 加上观众席两百席 总价约三亿四千九百四十万元 国发会今年一月 韩巡市府审提意见 基隆市府也在一周内含附 如果在一百一十三年顺利核定 那么预计在明年规划设计 一百一十六年就能完成使用 希望中央的长官能够响应我们 李洋教练郑永成的一个请命 尽快的能够核定这个羽球训练中心 国发会也指出行政院 已经在七月二十九号合适 韩请教育部将这计划 纳入优化全民运动计划修正办理 教育部修正之后 会尽速审议赋院核定 毕竟从冬奥至今 羽球表现非常亮眼 甚至被称作第二国球 与协议统计参与人口 从两百万增加到三百万人 是全台参与人口最高的运动 国首在奥运上的拼劲 带动一连串羽球热潮 TV变身留意志众生金龙采访报道 林洋佩摘下巴黎奥运金牌 颁奖典礼想起国旗歌的旋律 不过歌词其实是中华奥会歌词 前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 佐政都认为 既然国旗歌已经是跨党派的情感象征 提议后唱国歌时 干脆改唱国旗歌 巴黎奥运颁奖典礼上大合唱 这熟悉的旋律 虽然旋律是国旗歌 不过事实上歌词是中华奥会歌 探开歌词比一比 古人最熟悉的第一句 山川壮丽 物产风龙 炎黄世咒 东亚春雄 在奥会歌版本是奥林匹克 奥林匹克 五分宗教不论种族 至于最后一句 今天白日满地红 则换成奥林匹克勇光辉 现场观众开口唱的 还是最熟悉的 今天白日满地红 而之所以草巧修改歌词 也是考量到重返奥会 两岸政治环境 把时间回退到一九八三年 时任中华奥会副主席 担心以国旗歌歌词作为会歌 会受阻碍 重新填词 送交国际奥会审查 隔年才在洛杉矶奥运首度使用 让国旗歌在会场去做播放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感动 在异乡听到国旗歌旋律 自然感动 不过奥运殿堂上 中华队不能和其他国家一样 使用国旗国歌作为奥运会期会歌 也是基于政治考量 有学者提议 既然国旗歌是族群化党派 情感象征 干脆把唱国歌改成国旗歌 国旗歌本身他的歌词 意识形态色彩比较低 他的用词也比较中性 国旗歌能否取代国歌 代讨论 不过熟悉旋律 在奥运殿堂想起那刻 不然开口唱的 无疑是团结荣耀精神 体育新闻终合报道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热血镜头五环战场 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都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PBS 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道